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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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老少两人只比战末的游戏 是吴胡帆从孩童涂鸦的天去 逐渐变成竖画的兴趣 一个大游戏叫吴昌沙 第二次是启蒙鸦爸爸 马进去一窺 哎呀 三年后啊 跟于你的那个小少爷我嘛 哦 那么想不论我这可能窺了啊 底下我把脖子窺了 我老是靠开开开阍 谁是四周明园 怜远是苏州明园 园中藏有唐宋元明清明家珍品 吴大成和吴昌硕 陆连夫等文人默克 每月与一员聚会三次 鉴定金石 定义书画 交流记忆 吴大成以及吴大成身边的 很高的学术文化 艺术层次的一些朋友 从小使得吴先生有种耳濡漠的机会 除了这种静静的躺在那里的话以外 也种人情往来 一种艺术探讨 使得吴先生从小得天独厚的 有了这么一种艺术的营养的吸取的渠道 晚年的吴大成 每日在病榻上撑着身子 教孙儿识读家藏文物 一天课读间隙 吴胡帆和二姐嬉闹 装了桌子 一张姐弟合影掉了下来 看着姐姐和自己的相片 吴胡帆爬上桌子 摸起了墨 在相片背后写下 二姐十岁 我八岁 握床不起的吴大成 看着志气未脱 却押用对账的语句 摸着孙儿的小手常叹道 此子他日当有所成 这个收藏啊 可能表现出一个家族文化来 中国文化积累的特点啊 我觉得这个家族文化的传承是很重要的 吴胡帆虽小 却能于病榻上的祖父对答如流 吴大成曾感慨 有思如此 此父何恨 1902年 甲午之痛深埋于新八年的吴大成 撒手西去 留下善待万儿的遗嘱 这一年 万儿吴胡帆九岁 从小生存在这个一个环境 似乎就冥冥之中意识着他就有这个责任 对家族是一个责任 对社会是一个责任 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也是一种责任 这个责任就是两个字 传承 但是甲午战争 中国被昔日的学生日本打败 世界震惊 国人惊恐 从此 追问热后之根由成为潮流 日渐凶猛 这样的时代背景 似乎让人隐约看到吴胡帆人生路上悲剧的影子 13岁那年 吴胡帆进入苏州的草桥学社 学校以新式教学为主 开放而生气勃勃 学生们刻于时间结社办报 写诗作画 关心时局 谈论心事 在这身心俱爽环境里 吴胡帆得到了与家庭传统不同的时代熏陶 也结交了不少今后人生的好友 如叶盛桃 顾吉刚 严文良 郑义梅 王伯祥等 1911年 18岁的吴胡帆从苏州草桥中学毕业 虽然辛亥革命成功 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走上富强的道路 随着民主呼声的高涨 西学东建的深入 中国画台也出现了深刻裂变 传统的中国画被视作守旧的象征 康有为提出中国画应该灭亡 更多的人用创新的名义 以所谓扬为中用改造中国画 五世以来 许许多多的画家都在追求一种新的东西 把那种中国画的 以前的以为是成就的东西 加以批判 加以抵制 吴胡帆在这种风味之下能不为所动 祖父遗下的收藏 吴胡帆临遍了 每一幅画他都临摹了数十遍 每临一次都要反复推敲 将原稿与摩本悬在一起 细心体察 稍有所悟 又继续练二遍 三遍 临摹 在解放后往往被认为是不好的事情 不创造 但是中国的画传承下来靠的是临摹 而且靠着临摹 我们才对传统中文化有深入的理解 像吴胡帆也是一辈子临摹 但是他从临摹临摹出来了 然后有了自己个性 这就是一流画家 对古画的临摹学习 贯穿了吴胡帆的绘画生涯 61岁时 吴胡帆拖着老麦多病的身躯 临摹了原人黄公旺的富春山居图长卷 吴胡老师他喜欢读书 外面不太出去的 看书 写词 就是在家里朋友和眼睛画 好友张大千曾劝他 应多有名山大川 获眼界 祝秋鹤 吴胡帆则笑对 吴多世唐宋以来之名画 秋鹤正多 取之不尽 用之不结也 何必徒劳两脚也 他每天小的 每天中国八九地种起来以后 他基本上是两个种地 两个种地 95岁高龄的钱庸 是著名的书画鉴定家 他早年留学日本 学的是经济学 是吴胡帆将他带入书画鉴赏领域 并促成他与自己外甥女的一段姻缘 他有考虑性 一切日本人出去 有事无事 但是他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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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 这种放松,也放松就完了。 后人常以此来赞叹吴胡帆记忆的高筹,殊不知,这自然损害了古画的原貌,但事物还有另一面,吴胡帆由此成为修复古画的高手。 吴胡帆曾自豪地称自己为绘画医院中内外科的全能医师,他的一生也确实修复了无数破损断碎的古画。 一个年一个一个不法,也得学不法,不怕只开不成日,还有一个日不过来。 个民众位的认识者,口语官七十位生,清早五,还得年纪长。 因为个无尊共,我们也能靠,早要发美,哥要当餐,好人来保证了,而且年少人也发痕。 那么老师也根据三年,我挖他了,根据三年,不法地习不好。 所以,这表我得比较好年色,是感恩,可以色。 《铜关蒲雪图》是吴胡帆的代表作。 是他根据明代大画家董奇昌林摩的唐代古画《铜关蒲雪图》而仿作的。 画上吴胡帆提有一词。 《铜关蒲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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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或可一二日不做 字不可一日不写 书不可一日不读 他的外甥朱梅春 亲口告诉我 抗战之后 他受五户藩委托到苏州去整理 他们家劫后的情况 他说后来有一间他们家 有一间旁边的偏房里边的 就是堆杂物的一间房子里 他看到有一间房子里 堆了满满的半房子的纸 他揭开一看 全是五户藩早年时代 青年时代 灵犀董奇藏书法的 竹竹有半屋子那么厚的纸都堆在那里 中国的文化中 书画同源 他们来自同一个源头 书画有同体 他们使用的是同一个工具 书家到了一定的境界 理发线条 形体结构 无不是情绪和个性的表达 于是 人们说书为新生 乌胡帆是书法的大家 也深得画中三位 他领古画实在是用心追寻古人的心迹 有些人画得很好的 也不比乌胡帆差 画得差 但没有这种地域 没有这种浑厚的一种东西 他就是会画画 而且画得确实不错 也是开一代风修的大家 从画中大家开风修的大家 但这种地域 这种文化 这种和文化交流这样一种链条 这样一种包容没有 现在画家如果他仅仅是画画 我就不会有这种地域 25岁那年 乌胡帆开始选择于画 这时他的名声已经很大 求画的人不觉 画也贵重起来 竟出现了冒他名的假画 作假者与乌画何以如此相似 乌胡帆久不得解 有师长告诉他 你虽然也曾师法多人 但在画的构图布局方面 依然能摆脱清代的规制 所以容易被人仿冒 乌胡帆大受震动 每一个时代都一个时代风格 每一个画家都一个个人的风格 所以很多个人的风格 融会起来就是一个时代风格 而时代风格也引用了 洋芽了这些画家 引用过他个人的风格 原代以后 每个画家的个性都很强烈 你看 这赵蒙古画的 你看那是皇宫王画的 为什么看得出来 因为他有书法笔法 就个性的印记很明显 古人有画论 以原人笔墨运以宋人秋鹤 而则以唐人弃云 极为大成 但什么是原人笔墨 宋人秋鹤唐人弃云呢 引发了五胡帆的遥想 但时间的光轮转了千百年 民间珍藏以南密宋元古画踪迹 不用说更久远的随唐 古代画家 你去看好了 凡是大画家 他们都是从传统过来的 而且传统过来以后 他们照办传统就成不了一位大家 他都要用画贵通以后 才引人自己的风格 终于在1934年 40岁的吴胡帆 因故宫博物院的邀请 出任故宫书画的评审委员 北上鉴定故宫书画 到故宫去了以后 就是看了这些故宫书上的南中北中的画 他受到很大的启发 他认为北中画里面也有他很多能够吸收的东西 因此他把南北中的边门的风格把它融化起来了 故宫之行是他进览宫廷深藏的历代铭记 成为吴胡帆艺术生涯重要的机遇 他由此突破年轻遗孕 走向了中国绘画艺术宫殿的深处 同时他也写道 故宫旧藏真伪杂陈 今将于目睹者则最精确可贵的列成目录 以便将来确定国宝做参考 他用南中的边门改造了北中的风格 又用北中的这种边门融会到南方南华上面去 因此他的边门更加厚重 更加有力 更加尝尽 中国话的标准是第一是能品 就是你能画 你能把什么都画像叫能品 第二叫神品 就画像了以后 这个对象的精神的东西 你都能把它表现出来叫神品 第三一种叫异品 飘逸的异品 异品就是把自己全身心的 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心境 自己所要表露的东西都放进去 这个中国画的三个 平画的三个层次 画家其实要以画为主 他就是要把画的复杂性 绘画的因素重新提起来 他的画很美很秀 但是他有过来 野生的很鲜艳 鲜艳的野生它很高压 每一根线条都是工历很深的 好像当台阶圈一样的 他有内裂 有含血 有内裂的 这是他的修养 吴湖帆是中国画的全才 水墨 浅降 摄色 墨古 清绿 墨古金币 他门门精通 他的画 儒雅 功利 华贵 三十岁前便有青绿山水 远超古人的美誉 可是相比前人的作品 吴湖帆总是感到有些微的差别 但其中的原因一直没能发觉 这一年 故宫藏品赴伦敦展出 途经上海举办御展 一幅古人的青绿山水画 因为年久破损 掉下了指甲盖大小的一块碎片 吴湖帆发现碎片竟有着丰富的色层 在显微镜下观察 以石绿和青绿交替轰染的色层 竟有七层之多 这一发现使得他的青绿山水 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些色彩的印象呢 它是把宋代的一种很亮丽的 青绿色色的这种方法 就要跟那个水墨的鲜染 结合起来 吴湖帆的山水画创作 突破了自清以来日益僵化的山水画城市 他不带偏见多方汲取 千年之灿烂 他广彩博取 继续生发 终于成为那个时代最发光画的画家 有时期东建 有一种喷剑 新潮风气云涌 但是吴先生呢 他用自己的艺术色剑来证实 中国画 他不仅在传统延续到 他的时代是辉煌的 中国画是有出路的 中国画是可以取得新的学生成就的 他是在这个时代当中 一个传承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